音乐 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中国大陆又开始全面规定要戴口罩 然后开始social distancing 保持安全距离了 这个报导来自The Sun 就是说中国大陆又开始把口罩跟安全距离拿回来了 因为又有一个类似COVID的呼吸道的病毒 COVID疫情4年之后再度席卷中国 报导上面还有说 中国的医院还有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再度的戴口罩 民众生怕疫情又再度跟之前一样扩散 扩大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 那在我们就是再度崩溃之前 在我们躲在家里害怕 那边发抖 因为真怕感染到最新的病毒之前 我必须说我觉得其实亚洲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还有一阵子是因为流行 戴着那个黑色的口罩到处跑之类的 那我在台湾的时候 有时候在路上骑脚踏车 可能是因为我住台北吧 我也会戴口罩 总之亚洲人 日本人 韩国人 台湾人 中国大陆人 新加坡人 对于戴口罩其实不是陌生的 美国人其实看到亚洲人戴口罩 一开始也没有很害怕 就像华人大妈因为怕晒黑 所以穿得跟那个金刚战士一样 戴那个防洋帽 只是笑一笑而已 直到新冠肺炎出现之后 才一出来到西方的国家 现在基本上 没有人在美国戴口罩了 除了华人大妈之外 所以亚洲又开始戴口罩 其实我并没有说很担心 我对于这个新闻比较担心的 就是这个数字 四年之后 美国每四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四年前 美国的政治层面 是怎么样应对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 我们接下来 每四年 就会为了一个小感冒 崩溃一次吗 就会为了一个小感冒 让州政府跟地方政府 有权利实行这个紧急措施 来篡改选举法跟选举的制度吗 其实每一年都会有 感冒 流行性感冒 但是每四年 我们就会 害怕某个特别的感冒吗 还是说这一切 是跟选举有关系 这次川普又要参选 而且很有可能会选上 还有现在11月开始 在中国炒病毒新闻 跟上一次11月开始 炒病毒新闻 然后控制整个选举的过程 好像差不多 如果这是一个阴谋论的话 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透过COVID的疫情 获得最多利益的是谁 我们可以说是左派 自由派 我们可以说是大公司 我们看到史上 最大的财富转移 从中小企业倒闭的无数 然后全部变成大公司 过去这三年 大公司到处去盖新的仓库 我个人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的获利者 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 因为COVID的关系 整个美国封锁 而且被阉割 川普在政治层面 还有个人层面上面 也被彻底的阉割 左派在川普执政四年的过程当中 试了非常多的方法 来摧毁川普这个人 结果在新冠肺炎上面 他们成功了 川普本来在跟中国打一个贸易战 然后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 贸易战停止了 民主党请了一堆专家教授 改变了我们的选举法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最终赢得了2020年的选举 四年之后 同样的情形 又一个病毒无冤无误的出现了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川普当时的经济是非常好的 失业率非常非常的低 国家是史上最安全的 边境跟墨西哥签下的合同 简直就是一个 势如破竹的一个情况下 被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疫情击败 现在好像也是一样 川普好像无人能敌 OK 共和党里面的初选 好像根本就不用选一样 民调比拜登高出这么多 不只是全国的民调 还包括摇摆州 上一次这个选输的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alClearPolitics的这个摇摆州的民调 RealClearPolitics的民调 基本上是资源最多的这个民意调查 亚利桑那州 川普领先快要5%个百分点 Plus 5 乔治亚州的川普领先了 Plus 5.5 OK 5.5个百分点 这不是一个什么右派的民意调查 是包括左派的机构 右派的机构 还有自称中立派的这些民调机构的整合 根据民调来讲 知道没有人相信民调 每个人都觉得现在民调是假的 但是对于选举来说 目前这些民调的数字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数字 如果我们不看任何东西的话 我们就会以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 因为你的生活圈的朋友 大概跟你的立场都差不多 不然你们就不会是朋友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民调 可以认为说 川普这一次赢的几率很大 而且他的支持率是很明显的领先的 所以这些左派自由派会试图作弊 会试图从他们的家里的沙发里面 找出来一个什么病毒来合理化 这是他们再度篡改选举制度的危机 因为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每个人只要一紧张 感觉到自己会输的时候 就是会想办法赢 这个是人类的天性 这几个月他们看到民调这个样子 会有越来越多动手脚的动机 他们会找各式各样的方法 还有理由 方便便利 公平平等自由 各式各样的东西 来把不只是选举 而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全部都虚拟化 平淡化 还有疲劳化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Zoom这个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用过 现在有研究报告显示出来 Zoom这个东西会让你的健康出问题 这个研究的对象是35个奥地利的大学生 他们透过研究显示 这些学生在网路上面上课 还有就是面对面上课 有非常多的生理以及心理的差别 在网路上透过Zoom上课的学生 明显的特别疲劳 特别疲乏 新冠肺炎之后 我们有非常多的人 选择自愿的 透过网路上课 或者是在教会聚会 或是上班之类的 大家一定都听过牧师在讲台上面讲说 新冠肺炎虽然是个世界上面的危机 但是同时也是传福音的转机呀 我们可以透过网路 我们可以宣传给更多的人 带领更多的人信主 太好啦 太棒啦 OK 网路无国界 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研究显示线上上课的大学生 在上课的时候是非常挣扎的 没有办法专心 另外一面 面对面上课的 或者是人类历史六千年以来 习俗上就是上课要到教室里的方案 的学生比较活泼 比较开心 上课参与程度也比较高 网路上的学生很明显的感觉到疲乏 想睡觉 而且上课上不下去 这个是需要专家研究的吗 我不知道 OK 大家可以回答一下 说真的 我真的很讨厌zoom 我们访问嘉宾的时候 很多时候很多人会问说 可不可以有个zoom meeting就好 他不想开车 或者是不想换衣服吧 I don't know 我们绝大多数都是避免zoom meeting的 我们希望这些候选人 亲自到现场录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不是需要什么 专家跟教授做研究的 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虚拟的东西就是不现实的 我以前小时候看金刚战士 跟科学小飞侠的时候 也幻想过 有一天我可以对着我的手表 讲话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对方 呼叫二号大名 我是一号铁熊 魔鬼党正在发动攻击 自从iPhone 4的FaceTime出来之后 我才知道 对着荧幕说话 对着手表说话有多纯 问题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是现体的 我们是实体化的 人体化的生物 我们是灵魂体 我们没办法逃避掉 这三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的生物 人是三维一体的 OK 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也是灵魂体 这是我们的天性 我们跟世界互动的模式 那现在所有这个虚拟世界 虚拟的生活 我们其实不需要实体的人生 而只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跟快乐 是一个科技公司一直希望我们相信 然后认同的假象 特别是我们现在常常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觉 就是我们的实体生活 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的人生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只要在乎我们的灵 我们的魂 我们的身体 其实不是重要的 我知道这是很多教会的说法 同时也是很多牧师会在台上讲 我们不需要在乎我们的身体 我们只要在乎我们的灵魂 马太福音上面的耶稣 也这个样子说 对不对 那杀死身体的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毁灭在地狱里面的 正要怕他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句话 错误的解读的话 那么变性人这个主张就是成立的 只要我不喜欢我的身体 就表示说我可以改变我的身体 我可以依照我的灵魂来改变我的外在 所以我就只要在乎我的灵魂就好了 动手术变性 切掉我的胸部 这个样子也OK 反正只是身体而已 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变成我的灵魂的样子 因为这个思想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 那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 Zoom Meeting 还有线上教会 线上小组 线上聚会 不管你参加过多少这个样的东西 都不会得到满足 你就会一直坐在你的荧幕前面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 就看着一堆荧幕投射出来的像素 以为说这个样子你可以得到满足 但是其实你是一个人 你应该要出来走动 走来走去 你应该要跟真的人互动 你是需要身心灵的满足 你是需要触碰到实体 食物 你需要社团 你需要团体 各位可以想一下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被我们的政府逼迫 我们不能跟我们爱的人见面 爷爷奶奶在医院里面 要去世的时候 你只能透过打Facetime给他们 只能视讯通话 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在监狱里面 什么握手拥抱 都必须隔着一个玻璃 还有你的5G network 或者是你的WiFi 但是我们需要的 其实是跟人互动 但这一点我是最差的 我最需要加强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是一个社交的生物 我们是需要一个政治系统的生物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其实就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些科技公司 处心积虑的想要取代这一点 因为如果可以取代这个的话 就表示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商机 而且是永无止境的商机 他们想利用色情片取代婚姻 想利用什么约炮软体 取代男女之间的互动 用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I don't know Snapchat 取代友情 简单说这些公司 想要用一堆萤幕投射出来的像素 来取代性爱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他们想要把你的办公室 工作场合 娱乐场合 全部都可以变成 用萤幕的像素取代的东西 他们想要把你的社群 转到网路上 线上聚会 但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是灵魂体 我们三个都必须满足 不然我们就会活得很孤单 很凄惨 大家其实不需要看得太远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对于宅男的印象 就算这么多的日剧 台剧 电影想要洗白 当我们遇到宅男的印象的时候 就是很差的 为什么女生会觉得 男人看色情片很恶心 就算这么多的谈话性节目 在那边说 男人看A片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 最终受不了选择自杀 他们的生前的生活 几乎都在网路上 为什么远距离恋爱 分手几率这么高 各式各样的基本尝试 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一个实体的生物 我们的身体是有欲望的 我们要来控制这个欲望 来建立一个健康的社群 我记得上一次 有一个观众留言说 只要在家里看AI News 自己读圣经 就感觉自己不需要去教会了 No 千万不可以这样子想 AI News 的确是一个网路上面的社群 的确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来分享自己的价值观 的一个网路的社团 但是我们的目的绝对不是 让大家关在家里 而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要为了我们的社区 为我们的教会 为了我们的家庭 走出去一起在这个世界上 做炎做光 翻转这个时代 AI News 并不在乎观看的数量 而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常识 都是基础 没有什么必要说的 我们要的反而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建造自己的生活圈 每个人在身心灵上面 都可以得到丰盛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 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